西里小哥伴 嗨 大家好 我们来上课啰 这个是我在世兴大学的教室 下礼拜就是期末考了 大家也是比较没有那么陌生了 来问一下学生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上越南语课 然后上完课之后的感想是什么 我们来访问一下他们的想法吧 第一题是 你为什么要学越南语 因为我觉得老师很漂亮 还有吗 没有 讲一句越南语 明天拉特言 em 听 理 都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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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为什么你会学越南语 因为我最好的朋友的妈妈是越南人 然后我们想就是如果我们出去外面想要讲人家坏话 我们就可以用越南文章 身边有很多阿姨是越南驾过来的就会觉得越南是不是比较生活没有那么好 因为他们来台湾都很辛苦 上完课之后的感觉如何 就觉得越南现在其实很进步 我现在去越南餐厅点餐有时候会用越南文然后老板就会被我吓到我觉得很可爱 我妈是越南人 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没有好好跟他学 我第一次听你说你妈是越南人 哈 你之前都没有跟我讲 我很低调 学了越南语之后回去有跟妈妈说吗 有然后就开始电话会偶尔就小聊个几句 我妈是南越他就说南越是怎么讲 这样子 想去越南玩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那边交到另外一半吗 不知道 英国恋 蛮好玩的 开放真油 来来来讲一下为什么要来学越南语 因为在爬文的时候大家都说越南老师很漂亮 然后我就来了 那低调上面都这样讲 是啊 我那时候 很喜欢听听ery 听的 你今天的食音 我感冒了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啊 哦 我们班有帅个 他是我们班有帅哥 所以那是他上课的动力 平常也比较少接触到越南人 所以就也没有什么概念 我有一次他那个机杰,就是桃圆那里的 那我就遇到了一句很帅的 越南人工 我就想 但我想說 如果我會這樣 要南話的話我就可以去大三道 大豬八點完全就是為了帥哥 對啊 然後我現在可能就 嗨 新加坡 我就這樣 明天來囉 新加坡 我很喜歡越南的食物 然後上次去過一次越南之後 就特別喜歡那裡的整個感覺 欸 我很好奇欸 在新加坡大家對於越南的印象是什麼 大家好像都蠻偏向去越南玩的 在台灣其實蠻多越南人 然後越南料理也很多 但是我一開始沒有就是注意到 就是現在來到台灣才發現 竟然可以在台灣學到越南語 蠻意外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同學應該也要珍惜這個資源對不對 沒錯 我是沒有去過越南啊 但我爸媽有去 然後我對那個錢幣非常的有影響 就是有一些錢是用塑膠做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對越南的印象是什麼 一堆麵線 豬肉 咖啡都很喜歡調很重 但到後面認識到其他的人才知道 他們其實就是要放著慢慢喝 讓冰塊融化才會喝掉的那一種 之前有上一個東南亞義工的課 就發現台灣的東南亞義工其實很多 但是我們都沒有辦法去了解他們的文化 因為我也有認識一些越南的朋友 我很想要用他們的語言去跟他們講話 這樣感覺能比較了解他們 我對越南的印象只有就是食物很好吃 然後還有他們來台灣很容易被壓迫 上課之後其實我發現很多越南人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種弱勢 在台灣也能過得很好 為什麼會想要來學越南語 因為我爬地卡 然後大家都說老師很漂亮老師很好 取餵這種 我很喜歡這種很實用的詞 我就會跟我的家人分享 像我男朋友他有時候看到很閃眼的事 他就會這樣取餵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好笑 你之前有去過越南嗎 沒有但是我媽媽有去 他說他覺得坐車坐很久 然後每個景點都離好越來 高中的時候我就有同學 算是越南混血 他回去越南然後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欸蠻有趣的 我也會很想要去越南看看這樣 台灣的越南料理是不是那麼道地 還是其實越南更好吃這樣 我現在大四然後我大四課其實比較少 選了很多不同語言的課 因為他是用羅馬拼音 然後他會比什麼韓文跟泰文來的簡單 所以台灣人學越南語應該蠻快的 我覺得很快 我覺得一定會比其他的語言快 還有想補充的嗎 沒有 老師很漂亮 我這越南人印象就是女生很漂亮 又混血的女生 然後越南女生幾乎都很漂亮 真的 謝謝 謝謝 心跳到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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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越南語其實還蠻繞口的 其實也不太好唸 都需要蠻多技巧的 我是新住民二代 因為小時候越南語講得不好 感覺蠻慚愧的 沒關係可是你現在有機會學習 現在有機會學越南語 很好啊 你現在越南語的發音 我覺得都非常棒 我學到了越南語 然後講給我外公外婆聽 還是我表姐 對 我的表哥 我之前對越南的印象大概就是 群留在河粉跟排華行動吧 來上越南語之後就是 對於越南這個國家文化 以及他的地理環境所 就是有更深入的了解 只是我們熟悉的英文之外 那方面就是有些詞啊 跟那個閩南語廣東話 其實都還蠻接近的 就是學中文的人 是會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你要去越南工作喔 對 就是家裡有公司 然後可能會去那邊設廠 你的家人之前就有去過越南 沒有 他就是因為他不會這個語言 然後所以想讓我來學 好 那你呢為什麼會來學越南語 想要多學一個語言 然後又剛好因為老師很漂亮 所以來學 謝謝 因為我自己本來就很喜歡學語言 上午上學期就有學馬來語 還有西班牙文 然後想都是學習來學越南語 有點不同的體驗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有說 未來在台灣會有越來越多的不同的人 台灣人如果學越南語 也可以在越南有更好的工作機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不要局限自己 就是多去學習這樣也很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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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